我是小K 他的 青年組織人才美和平台 好 應該是一個鏡頭按 OK 開採 這是按著幹嘛 喔 對對對 對 好 那跟我對面小K 好 大家好 我是高三自學生 然後我叫小K 然後我今天提的案叫 Easy Shoot 然後是做青年組織人才美和平台 然後這個 這個平台有點類似像是 學生組織版的人力銀行 然後我們 Easy Shoot的取名來人 其實就是有關 我們是結合E世代 就是數位原住民跟Z世代 然後還有 Education 跟 Shift 然後這個平台 然後 Easy 其實前應就是 Easy 就是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平台 幫助學生可以更輕鬆地找到設計的團隊 培養更能應付新世代的軟實力 然後我們 這個平台目標其實就是會採集點 就是我們想要提供學生一個更便捷 更有效媒合環境 然後讓學生有更 更有機會參與學生組織 然後另外一方面有讓組織可以找到更適合的青年人才 然後讓鼓勵大 鼓勵學生參加社會 鼓勵學生參與 社會參與 然後引發正面的影響力 然後我們 車平台創立背景 主要是我在高中的時候 在校外參加許多的組織 然後獲得到 欸 意想不到軟實 不一樣的能力之類 但這些能力其實在校內 或在體制內其實 在學校沒有教授我這樣子的能力 我也觀察到身邊同學 如果沒有參加校外組織的話 其實這樣的能力其實很難被培養的 但是我後來其實有發現 我常常發一些有關校外組織的照片 然後學生其實也對這些組織 很好奇也會來詢問我 但是他們其實不知道要怎麼去參與 或是這些組織的可能招募資料有點太零散 然後其實這些可能比較難入手 就對於可能新手 就是可能沒有接觸過這樣子的學生 他們可能會更不敢去嘗試 或是也不知道這些平台有什麼樣的 就是這個體驗是好的還是壞的 然後所以我們這個平台最想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學生組織和專案團隊的 招募資訊分散的問題 對 然後因為其實就發現身邊同學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就有針對一百位同學進行調查 就發現其實真的非常高的機率 就差不多九成的同學 其實都有曾經想過參加校外組織或團隊 但是不知道哪裡有相關的資訊 或是網路上其實也很難查到 對 所以我們平台的使命就是我們想要在組織內或協作 然後還有學生 就組學生跟青年組織的協作跟互惠 然後透明度跟公平是我們想要增加可能 學生參加完組織可能會對組織留下評論 就是對這組織參與的體驗是如何 或是組織對於這個學生在我們組織他的奉獻等等這些東西透明化 然後可能讓組織方或是學生方可以更了解這組織的運行 或是實際的狀況如何 對 然後增加學生的社會參與的發展 對 然後我們的核心特點就是學生組織的全面 然後還有學習跟能力的歷程紀錄 還有剛才提到透明化的評價與建議的鼓勵 然後就是要訓練學生的軟實力培養 然後可能學習歷程的延伸 對 然後我們平台首先就是像組織人才媒合 然後還有個人頁面的設定 然後組織或是企業頁面的設定 還有我們剛才一直提到就是透明評價還有建議 對 然後我們現在我們從上游 我們會先跟學生組織進行聯繫 然後可能說明我們平台的優勢 然後強調整合這些招募資源的話 對學生青年有什麼樣的重要性 來說服他們 可能來進入我們的平台 然後讓組織可以透過我們的平台 可以擴大曝光 減省他的招募時間 也可以讓他們找到更適合自己的人 然後透過制度 然後定期與組織聯繫 確保資訊的時效性 而下游的部分我們首先會先透過問卷調查 然後調查學生對組織參與的想法喜好等等 分析可能就是 我們就確認可視的目標學生群體 然後可能以學生常用的社交媒體 然後進行發表平台資訊 可以讓他們都可以觸及到這平台相關的資訊等等 然後可能平台製作完之後 就透過問卷調查 然後來收集回饋調整我們平台的運行 對 然後我們未來 未來是想要開發 像關係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平台主要真人 就是我們團隊目前就只有我 所以目前我們要去的是可能網站工程師的技術開發 然後還有行銷推廣 然後我們 然後相信可以來 就是這個Snack來找我們 以上謝謝 好 感謝小K的分享